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免費資源網站只有一個 但這個網站已經有很豐富的內容 因為它是一個很大的組織結合了很多不同分享資源網站的大平台 大家會看到它的網站也叫CC Creative Commons 這個平台先說說它有多少量 主要都是去搜尋一些已經授權可以使用的圖像 你會看到它的類型也有很多 數量是去到1.6 billion 它的類型也有很多 我們說科學的話 有些科學的資料 有些教育資料 音樂圖像 視像等等 這個網站有很大量的東西提供 當然它也鼓勵 你們用一個付費的方式去鼓勵創作者 令它可以做得到更多有用的東西 有效的東西 好的東西分享給大家 其實CC這個中文名 我們是翻譯做共享創意的特許條款 這些特許條款 其實就是讓人下載它的材料去使用 用的規限 我們可以接下來看看這幾個符號 基本上我們看著這句符號 就知道我們拿回來的東西 是需要遵守什麼 以及不可以做什麼 簡單用四個圖示就可以明白了 我們從左手邊第一個圖案看看 這個圖案的英文是BY BY 基本上這些條款裡必須會有出現 這代表什麼呢 我們使用這些下載回來的作品的時候 必須要註明這個作者的資訊 越詳細越好 因為一個創作者都希望他的作品是被人知道 而不是無聲無色的被人拿去使用 第二個圖案 英文簡稱NC Low commercial 即是代表我們拿回來的東西 是不可以再用來做商業去做賺錢的 這個很合理 因為如果這些作品 別人需要賣錢的話 都應該是要找回原作者去做的 是不可以把下載回來的東西 在散播的時候 經過任何的修改 編輯和剪接 來做 這是原作者希望完整保留他的作品的想法 最後一個剛剛好相反 英文叫做SA Share or Like 你可以進行任何形式的修改 剪接等等 但是 在分享出去的時候 就需要用回這個相同的條款 大家以後下載東西 來去用的時候 應該會比較清楚 哪些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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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要注意些什麼 禮貌 或者一些叫做規定 我們接下來 看看一些免費課程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Udemy 免費 或者限時免費課程 有七個 那麼多 大家看到現在這個 提到是免費 但是和之前我們看到的 限時免費的介面會有些不同 那什麼情況呢? 免費和付費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 我們可以看看 他也有說明的 那免費課程 就是 看到影片的內容 但是 你完成所有的東西都好 你是拿不到一張建業證書 還有 不可以跟老師去做交流 一些問答 去請教你不明白的東西 我們澳門這一邊的社會情況 或者我們純粹想學多一件事 不是求那張證書的話 我覺得免費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麼這個課程是說什麼呢? 那是利用 Whatsberry Pi 和Python 來去做一個機械人 那麼你會看到 他的要求 其實都不會很複雜 因為他會介紹一些 可以用路來走的機械人 以及 用一個 虛擬的介面 去看效果 你會看到 他的要求 只是 Basic Computer Usage 你懂得打字 懂得去上網看 就已經可以學到 所以 這個不太複雜的課程 都推介給大家 下一個說的 亦都是Python 的課程 用script 簡單的 變數 types list 這些 在編程技巧上的基本 以及 在 數據科學 和 機器學習上的應用 好 看看他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求 課程 需要有 聯繫 上網 不需要有任何 經驗 最重要 是 有興趣 學這個 程式 第三個課程 都是 跟之前說的 連接著 Python 有獨立 Warsberry Pi 亦都有 一些 project 式的課程 可以學到 這個 距離 現在 節目下 還不夠一天的時間 有興趣做 或者 看了之後 和學生去做 這類型的 就要趕快去註冊 他提到的 是 Smart Mirror 其實是 互動的 透明 DISPLAY 或者 做一個 DISPLAY 可以有互動功能 可以做到 鏡面 當然 有些硬件 但最基本的 都是 一個很便宜的 Warsberry Pi 就可以了 要求 你需要一個 Warsberry Pi 以及 你需要 可以 配合 裡面 有個 Py 有興趣學 就可以了 講完 Warsberry Pi 當然 經常會用到的 還有 Ajuno 這個是 Ajuno 一個 DETECTOR 其實就是 用一個 超聲波 去做一個 偵測用的裝置 大家知道 這些 Warsberry Pi 可以接駁 不同的 測試器 這個 按例 就是 當你自己 在製作 一個 雷達 就是 一個 畫面 好像 以前 一些 舊式的 在地圖上 一個 圓形 一個 標靶 一邊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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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 教你 去做 這個 做出來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要求會多一點 有些 基礎的 電子製作經驗 但是 如果你 都不熟悉 其實看著 一步步做 我覺得 也不會太困難 除了 我們去下載 一些材料回來用之外 我們始終 沒有辦法避免 自己要去製作一些 影片頭 封面 海報等等 其實 在一個應用軟件上面 Adobe Illustrator 我們簡稱AR 這個軟件 其實是很常用 因為它是一個 向量 指量 Vector 形式的輸出 畫出來的東西 可以放大而不失真 也可以在印刷上面的輸出 如果想做一個簡單入門 例如在文字上的排版 或者很簡單 在社交平台上 你想做一個活動介紹的海報 來做宣傳的話 這個課程 就是 我們去初學入門 用AI 用的 這個課程 很有趣 就是 如何學習 學得快 學得好 也是一個 免費的課程 如果你需要證書 需要再跟老師交來 才會付費 它的對象 包括了 學生 和老師 年級 會更高 年級 會更高 到中學的階段 我們看看 內容 要求很簡單 如果你想學好物理的話 其實已經可以去看 那 如果你看到 這個評分 和學生的數目 都是比較多 如果你本身有接觸 一些物理的範疇 基礎知識 作為老師 再去看別人 用一些 技巧 按例 我覺得 不需要太深的英文能力 才可以聽得懂 除了 在 我們免費 下載資源 作為我們的教學材料應用 在很多我們製作 教材的時候 都會遇到一些 比較煩的工序 例如 在畫面上面 我們要去做一個 結緒畫面 或者我們叫做CAPTO 用電腦的畫面 放進去 變成影片 這些步驟 在平時的工序 我們又要 拿圖像的軟件 拿一張圖出來 又要放進去 影片的編輯 現在有一個課程 它會專門介紹 Slackin 這個軟件 這個軟件 它是做什麼呢 最早 它是一個很簡單 一個 CAPTURE畫面 截圖 和截圖的軟件 而現在 它發展到 它可以 方便 我們將 拿到的 材料 製作成 影片 這個 它會提供 一些 模板 讓你進行 一個很方便的 排版 編輯 科程 雖然是限時免費 但是軟件 本身是收費的 當然它有免費 使用版 因為這個軟件的功能 都比較強 如果大家 不想用太複雜的軟件 來嘗試去做的話 我覺得可以 先看看課程 有興趣的話 再拿個軟件去試 真的有衰的時候 再付費